以太坊的2.0分岔 那么它的一个算力 会不会转移到我们的以太经典上面呢 是吧 它的价格又将会到达什么位置 如果以太坊的算力全部转移到 墨西战车以太经典的身上 那么它的价格会到达多少 会超过之前的一个新高吗 那么我们去看一下一会儿 以及我们去讲解一下比特币的一个走势 是吧 我们老规矩先讲比特币的一个走势 比特币的话 这两天的话也是收了一个阳线 但是的话出现一个微微的一个 上面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插针的一个情况 直接是回到了一个比较平稳的位置 但是也是收了一个阳线是吧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从日线级别的一个整体一个行情走势 就是日线级别的话 它仍然就是在这个上涨通道当中 是吧 上涨通道没有打破的话 依旧是保持一个观望的一个态度 是吧 现在已经抛了抛了的话 朋友们的话可以去观望是吧 等待一个更好的机会 但如果你是短线的一个操作者的话 那么你要去看到四个小时级别的一个操作 四小时级别的话 我们可以看出来它仍就是在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 非常典型的一个上涨通道当中 而且的话越冲越高 上方的阻力其实已经来到这一片的一个区域 这一片的一个区域 那么它首当其冲肯定会去测试上方的这条25400美金25000这一带水平 所以说我们这两天的话是站在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 那目前现在的一个回调的话 并不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回调 所以说可能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调整 都是有可能的 但是如果去跌穿下方这条黄色的线是吧 也就是24000这个位置 那你要去观察 它是否要进行下一步的一个调整是吧 你看日线级别这个黄色的线的话是非常压力是非常大的 在一个2330023300美金这个位置 如果跌破这个位置 那你要去考虑一个空头是吧 那之前的话它突破之后 意思是在这条半年之线的一个均线上翻了 那目前也是不例外是吧 所以说我们要去考虑去观察 你做短线的一个时候 那你去看下方这条线是否有跌破是吧 跌破它是有巨大的一个调整 从市场的级别来看的话 那么它是表现还是运行比较良好 在上方也没有去出现一个四手级别穿零件的情况 所以它能够在这个位置站稳的话 预示的话 以太法分战之前的话 也就是有一个继续去保持这样的一个 稳步胜上的一个情况是吧 所以现在的话也就是要保持一个去观望是吧 也不要去操作合约是吧 现在的行情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以太法 以太法的话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它的一个行情的话 也是一直是保持一个向上的一个情况 从未去进行一个调整 从这段时间上涨了差不多有两个月的时间了 从这个6月10多号开始一路去上涨到一个上涨两个月是吧 这一波的一个行情两个月结束没有是吧 那目前的话有很多的一个机构已经在2000美金附近已经去做了空头了 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 你要不要去跟上什么 很多机构已经选择去做空了 当然它现在的位置的话 在网上的话它的压力已经来到这个2100 2200美金这一段视频 也就是这一片 那么这一片的一个之前这一片被套入了 现在已经解套了这一片是吧 已经被它震荡去消化完了 这一片的一个区域其实已经被消化的差不多 那么这一片如果想要去赚钱的话 它必须去反弹到2200以上 说说2200这个水平我认为的话 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当然来到2100还是有可能的是吧 那么我们继续去观察它在这一两天里面 能否去突破这个2100到2200这个水平 那么距离这个分岔的时间还有接近 接近一个月时间也就30天的时间了 那么以太坊的一个算力 会不会转移到我们的以太经典是吧 那么之前以太经典的话 它跌到下方的位置 已经来了一部分巨大的一个涨幅 涨幅已经接近于4倍的一个涨幅了是吧 从这个12美金去涨幅涨到现在 已经反弹了有4倍的一个反弹 那么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的它的一个力量是非常强的 从之前的一个180美金 一路是跌到这个最低的位置是吧 跌幅高达90%多 然后随后一路进行反弹在这个位置是吧 那么经过它以太坊的测算的一个经验来看的话 它现在的话挖矿的一个成本大概 如果去转移它的计算 转移它的矿机的话是30多美金 那目前已经稳步的是在这个挖矿的一个价值 如果转过来的话 以太坊的一个价值全部转移过来的话 应该它的一个稳定的一个价值的话 我说所有以太坊的一个算力转过来 那应该是在230美金 是吧 但是可能不会有那么多人去转到这个以太坊 去挖这个以太经典是吧 所以我们就抛除可能它就一半 我们就说它一半 它可能会到达这个这片的一个区域是吧 我们直接腰斩一半 直接这个位置100美金 我们说100美金可能是它的一个 有可能会到达100美金是吧 如果下一个牛市可肯定能够去超越这个位置 因为它的算力的话决定 如果全部转移来的话 它的算力应该是在100多美金 如果人家下方超低的话 这个位置超低 那也有10倍了是吧 接近10倍 那目前的话它的一个上涨行情还是比较稳了 比较稳了 一直是在这个上涨行情通道中 通道是非常表现的不错 那么上方的一个阻力是在这个 第一个阻力是在这个52美金 第二阻力是在60多 那么这一片区域是吧 我们来测量一下它的一个肥波纳契的一个反弹的一个情况 肥波纳契的话这一波 这波反弹其实它已经准备来到一个0.236 0.236也就是在这个52美金 0.382是在76美金 0.5是在一个96美金附近是吧 也差不多啊 所以说这段时间的话它如果要穿越百分之50的话 它还是要去超过100美金是吧 从这个算力来看的话 它还是能够去继续去充施的啊 那么我们等下个月的一个时间啊 一个月时间能否去充到升纹高位啊 我们来看一下吧 反正现在它的行情还是保持一个稳定向上的啊是吧 继续去拿的就行了 好我们今天的一个分享先收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吧 我们下期再见